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杨子女心理师演技大突破,真诚和善良,知识和给值得的人。 女心理师改编自毕书敏同名小说,由导演柯问力指导,杨子,景百然,王家,兼任资领衔主演,倪平,杨童书,黄爵参与演出, 剧情讲述女主角贺顿透过心理资商,解析来访者心理纠结的原点, 在一场又一场心理治疗当中,帮助他们走出过往的内心阴霾,重新拥抱人生的感动故事。 2021大家也看到不一样的杨子。 过去杨子就常常被评为演技派流量小花,比起许多流量女星的演技强很多。 她今年在女心理师跳脱过去在甜宠剧,古偶剧的傻白甜形象, 饰演聪明果爵,冷静沉住又富有知性魅力的心理师, 给大家焕然一新的感觉,演技大突破。 以前大家看习惯杨子演活泼开朗的外放角色, 这次在女心理师看到那脸含蓄的杨子都有点不习惯, 虽然也被批评面部表情有点僵, 但演技还是很稳,台词功底超级强, 她在剧中每集都有一大段一大段的专业术语台词, 肯定下了很多功夫, 和之前亲爱的、热爱的童年完全不一样。 女心理师通过一个一个的典型心理案例, 通过杨子饰演的贺顿帮助这些寻求心理疏导的人的一系列的故事, 让大家从这些案例中找到一些共鸣。 贺顿会将每一个人从阴霾中拉出, 让他们种回阳光下, 所以女心理师是一部非常治愈的电视剧, 至少观众在看的时候,也能够找到些许的心理安慰。 需要强调下, 所有关于真诚人际关系构建的心理学内容, 都是基于对方是值得来往的, 人品可靠的对象这个前提。 好学生,家教严格的人, 往往陷入一个误区, 自从自身找问题, 对所有人都真诚都善良。 这是孩子式的思维方式, 只要我做得够好, 对方, 事情就会好。 事实上, 在内心永保真善美的必要条件, 是有能力甄别出真善美的反面, 假恶丑。 不要试图叫醒装睡的人, 要分辨得出谁在装睡。 不要浪费时间去善意地劝导, 而是知道如何强有力地保护真善美的部分, 如果勇敢并且有力量地回击。 真诚和善良, 知识和给值得的人。 对恶的纵容, 是对善良的亵渎。 我想, 这部电视剧最终能够吸引大家的一定是这样的原因。 任何作品都应该找到与观众的共鸣, 才算是成功, 网上讨论的关于演员, 以及播放量的问题, 都没有这部剧所带给观众的治愈感来得更重要。 所以, 我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电视剧的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 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 充满活力。 请不吝点赞、